各位GEChannel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有好消息跟大家說 大家是不是還在苦惱 六點後不能出去吃飯 兩個禮拜飲食業就慘了 飲食業短短兩個星期 張宇人說沒了幾十億 但放心, 張宇人一定會爭取業界利益 但那幾十億是否落你的袋 那就雙重打擊了 如果你又做不到生意 又沒有將宇人幫你爭取業界利益 當然要先假設政府肯給 這樣真的很慘 美容界又出來慘 美容界又出來又說沒了幾十億 我覺得出來吵這些都是手足 因為我覺得所謂的藍絲外國是不會出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很合理 因為要防疫, 因為愛國 外國就適合了 國家安全 可能你們覺得很苦惱 沒有飯吃也好 沒有生意也好 做不到生意也好 沒有錢出不到糧也好 沒有糧出也好 今天有一份新的工作給大家 第一可以幫大家找出爐 這也算是回顧 在2022年我們的偉大強國大外宣 其中一個項目 就叫做說好中國故事 這個是我們偉大主席習近平 有個不知道什麼鬼會 跟大家說過 要說好中國故事 這件事牽涉幾件事 牽涉大外宣 牽涉網軍 有錢收的 所以各位網友 不要說背靠祖國 投入大灣區 沒有工作機會 我覺得這些工作機會 在香港越來越多 要說好中國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剛剛最新的事源 就有個偉大的大使 叫做將軍 你聽過你的名字 真是厲害 這個偉大的大使 說什麼 就是這樣 大家知道 美國的Omicron 真的恐怖 過百萬人的中招 這個時候 中國駐聯合國大使 張軍 就出了一個Tweet 就說 加記你多 不過最近的消息真是慘 因為 疫情爆發 很多生命被奪去 我也不說太多了 政客請醒 請做事 他就用一張 世衛統計全球的確診 配一些圖 他就說 美國的 政客的 假裝不知道 不過這樣 他在聯合國 他住在聯合國 聯合國就是在紐約 其實他們是 與病毒共存 是嗎 那 那 沒有 沒有說 沒有說對 他們不是不知道嗎 他們不理會 沒有說錯 當然你可以說他錯 但是 他不是不知道 而這個禮拜裏 紐約時報 就報導了 突然間YouTube 有很多 今次進步了 這個就是 大外宣2.0 我們稍後會跟你說 大外宣1.0 大外宣2.0 就是找一些中國人 到處去國內 唱好中國故事 不夠說服力 太噁心了 現在就找一些外國樣的 有些西方樣的 例如這些 有些鬼佬 他們就有很多的YouTube頻道 他們就會說 其實中國不是你們說這樣 中國其實是口口的 他們的題目 全部都是說 西方就是破壞新疆穩定 其實我們一看 一看就知道 全部都是夾定的 標題也好 那股味 擺明是宣傳片 其實有些人相信 其實就是自己相信 其實是給自己看的 你以為外國會相信嗎 你以為正常人會相信嗎 那就不要緊 因為現在整個政權 其實他已經沒有想著 你外國人信不信 他只是要你中國的漁民去相信 因為如果連中國的漁民都不相信 不是打魚的漁民 是愚昧的漁民 如果連中國的愚昧的漁民都不相信 那這個政權就完蛋了 所以其實這些所謂的外宣 是出口轉內笑的 好了 那 真的很好笑 我也不怕你來講 一年前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曾經也會跟親戚爭辯過 有些人說 以前真的看不起中國人 現在中國在全世界 人們都尊重你 我真的覺得 如果一個地 大哥 你在香港 在中國的人都不相信 你知不知道出到去 那種 其實那種不是歧視你的 我想說 是歧視 明白嗎 很大分別 歧視 就是說 如果歧視是針對你的種族 外貌 外表 性格 歧視是因為你的行為 你那種沒有禮貌 沒有文化 那種噁心 那種討好 那種 都還沒有計算你的政權 那種 那種 那種行為 對吧 但不要緊 你覺得家裡就可以了 你覺得這是假新聞 Fake news 我全世界都被欺沒 只是你了 對的 沒問題 所以就找一些西方youtuber 駁斥 那些西洋youtuber 標題就是 外國人就是眼紅中國 西方國家根本提不出 新疆滅絕的證據 甚至有youtuber說 我自己親自去新疆看 嘩 很正常 沒得撐 這樣 連那些youtuber 都承認 其實是收了中國政府的招待 哈哈 這些錢 對吧 那譬如 有一個 真的進去新疆 看棉花 那些youtuber 就叫 Gay Or 他父親 怕公司就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贊助 哈哈 然後呢 他說自己是獨立創作的 哈哈 這樣 然後呢 還有些什麼 他們這些片 通常都是所見所聞 對吧 例如 之前 Nike H&M 反對抵制新疆棉花 就會有這些西洋的youtuber 說幫新疆棉 咸冤 這些片 是會馬上受到中國大使館和Twitter轉發的 還要配當地語言 這樣 所以 一方面 外國記者是不可以去新疆採訪的 但另一方面 有很多這些youtuber 就可以很隨意地去新疆 分享他的所見所聞 就是這樣 好 所以 第一個工作機會就是 你做這些外國的youtuber 有得找的 剛才說的 這是2.0 問題 為何 1.0 1.0 就是他們自己本土 本土有一些youtuber 其實他們沒有youtuber 一些視頻創作者 或者是 博主播 就分享他們一些 看到中國令人感動偉大的事 其中 你說是不要緊的 問題就是 為何 你看了也不相信 為何會有幾十千萬萬的片 的內容 是一樣的 因為我這樣說你也不相信 以下就有 有一條片 截錄 幾個 這些 視頻 集結成為一條片 我們一起 分享一下 OK 我就轉一轉 背景圖 沒錯就是這裏 OK 我先做一個briefing 否則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說什麼 OK 這是什麼 就是 之前九一八事變 在微博抖音上 有大量愛國的網紅 他們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九一八事變 我們現在在中國 南北韓等等的邊境 甚至我們在中日邊境 中日邊境 中日邊境 你在釣魚台那裏 他說 遇到一個很感動的故事 他說 見到解放軍 保護人民 哇 大家真的感動到 合家產 問題就是 如何一嬌養那些對白 因為實在 太多人見證到 這個偉大的解放軍故事 要你中人又見到 在朝鮮又見到 在中日見到 我們快點 急不及待聽 先欣賞一下 發生了一件 讓我畢生都覺得很溫暖的事情 則 就在剛剛 發生了一件 讓我畢生都覺得很溫暖的事情 就在幾個小時之前 發生了一件 讓我畢生都會覺得很溫暖的事情 就在昨天 發生了一件 讓我這一輩子都覺得特別溫暖 哇 你在車裡面 你賺 你賺維穩費都沒有 你也賺點樣子 在車裡面 剛才那幾個女生 真的在街上 真的好像案發現場這樣說 才賺的 身後有四名戰士 全副武裝朝我這邊走來 我當時就懵了 我轉過頭看著他們 他們呢 就一直走到我身邊 在距離我五米的位置停下 整齊地排分一排 面向對面的日本 把我擋在了身後 再想想咱們國家的 郭泰民啊 我能不自豪嗎 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福氣 您說對嗎 如果您也認同我說的 點個讚 讓更多的人去感受 就在我準備再次錄像的時候 從我手機裡 看到我身後四個戰士 全副武裝朝我走過來 然後我就無冷 我就回頭看上他們 如果你也覺得我說的有道理 點個讚 讓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 作為一名中國人 該有的驕傲 發覺有千千萬萬的視頻 其實你不意外 其實你和民建聯的外國遊行 不一樣 支持支持反對反對 有線也做過 有線也好 蘋果也好 你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今天來反送中 你就是外國的就是智障 因為合理 你不是智障 你不會這樣外國發 什麼都好 全部都反對 你唯有有些智障 其實這些當然不是智障 你是拍給智障的看的 最好笑的是什麼 各位網友 連共產黨也頂不住 連共產黨也頂不住的大外宣 這是不是真的很好笑的事情 你覺得共產黨的歌 還在噁心的 不能再噁心的 他也頂不住 共青團出聲 共青團有一個公眾號 OK 就在928頂不忍順 他就說 出了一篇文叫 堅決反對 為了博取眼球 有人複製製造愛國流量故事 你不是說了重點 愛國故事 就是一個流量 他說表達愛國是正能量 是主旋律 是最好的事 但是 有人把愛國融入血液 融入了靈魂 但是有人把愛國變成一個生意 我覺得這個抨擊才是最好笑的 收檔吧 共產黨說愛國 把愛國變成一種生意 是經意最高尚 因為 夠坦坦白白的 他幾乎每個網紅都會提到 想起阿富汗的人民是水深火熱 作為中國人是很自豪 他說 最後一段說 給一個like 讓更加多人感受到中國人的自豪 有些主播說 幾十萬個like 有些人很激動 怎麼稱讚 如何稱讚 好了 那你覺得 那這些是不是真的收錢 大佬 報價單也有買 當然也是外國媒體 你可以說這些全都是fake news 話說紐約時報 有一篇文 之前叫做中國如何控制Facebook和Twitter為題 因為他找了一份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 招標一個輿論技術服務項目 輿論技術服務項目 其中有民間承包所謂公共輿論管理 公共輿論管理 這裡就有那個 譬如說 境外的社交平台註冊按月 每月有五千人仔 境外社交平台帳號 偽裝及維護 也都五千元 拍片就貴一點了 製作原創視頻 有四皮人仔一個月 真的 一想 這樣吧 報道說 這個案例可能是中國大我孫的冰山一國 這些只是民間 這些也不算是 又有 原來呢 根據一個美國的網站 原來其中有一間美國的媒體 叫Portomac Medium Group 16號向美國司法部情報的資料 就說 長列了中宣部的國際傳播規劃局簽過一份contract的內容 有合約的 內容就是 這個華盛頓的一個叫做 WCRW的一個美國媒體 兩年收了共產黨四百萬美金 必須要播放CGTN 大家知道 中國環球電視網 的節目 宣傳中國的好 好 這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中國要不斷地給錢 給錢去宣揚自己 每個人都想 有這樣說 每個人都想好事傳千里 但第一件事 你是這樣唱好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真的多好事 是因為你要掩蓋你的壞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當然和權力有關 首先我講過 當你被那些本國市民 極權是最怕人民覺醒的 所以當人民發覺 原來我們是這樣的嗎 人家是這樣的嗎 當有質疑之心 政權不穩 所以一定要由內而外 內的有這些流量愛國故事 外的有這些西洋YouTuber 再加上官方機構 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進了一些藍絲Facebook群 很好看的 他們很好笑的 例如當外國插給你 就說這些外國媒體 真是亡我之心不死 但如果真的有外國媒體 好像 會罵自己美國政府 和支持你中國 就會說 你看看別人的外媒都敢說 這樣 很有趣 好了 終於 再說近期 就發生了一件事 當然 這個所謂的中國大外宣 我們連接去第二個話題 之後再慢慢說 就是玻璃心這件事 什麼玻璃心 玻璃心 就是所有事情 只要讓他覺得 好像是他們偉大的祖國 有些任何不對 他就受不了 這些只有最慈悲的民族 才會發生這樣的事 近年 近年有一宗禁問人 最後一宗禁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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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宗禁問人 差不多了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 中國人 在日本生活 他繼續做直播 那沒事的 就像我一樣 我都繼續做直播 給香港市民看 前幾天前 他就說 哇 讓我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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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OK 就是這個 OK 就是這個 這樣的 所謂的 視頻博主 OK 好了 OK 不要開得那麼大 免得大家說 嘔心 OK 這樣 他就在日本生活 他就在說 說一下生活日常 他就說 日本原來因為疫情 每個小朋友 給十皮東西 輔助金 不用申請我直接入戶口 這件事刺激到玻璃心 你真想不到 為什麼刺激到 當然了 人家連菜都不能買 你跟他說 竟然有十皮東西入戶口 狂罵他 狂罵他 罵到什麼呢 終於罵到他道歉 我們一起 欣賞一下 這個道歉 我們看看他怎麼說 我和姐姐兄弟姐妹們 道歉了 我錯了 真的錯了 我不應該就是為了流量 到處撒謊 我和大家撒謊 我錯了 真的錯了 其實日本的經濟 現在已經不行了 然後我們在這裡 起早貪黑的一個月 也就能掙個七八百人民幣 掙不了多少錢 然後我們吃的肉吧 也都是帶有激素的 喝的水吧 都是那個核什麼什麼水 然後蔬菜呢 更不用提了 根本就買不起 然後我現在連蔬菜 是什麼樣子 我都不記得了 你看我 現在瘦的皮包骨頭 水上都沒有漏了 我在這邊是怎麼生活的 天天也就吃個方便麵 裡面還沒有菜啊 還都是用那個什麼水泡的 真的 是這樣的 其一段時間我發了日本政府 給未滿十八歲小孩 補助十萬 日元補助金的視頻 那個視頻上了熱門 然後火了之後 就也不知道怎麼招來許多 就是那個 莫名其妙的人 他們就是天天私信罵我 然後評論區也寫的特別難聽 有的人說你不要回來了 有人說日本那麼好 你就待在那吧 還有人說天天宣日 挺狗 他們給你多少錢呢 等等吧 還有就是連祖宗十八代都帶上了 那種吧 就是什麼樣的評論都有 所以我心裡感覺 特別對不起大家 我膚淺了 我靜靜沒你們高 我錯了 真的錯了 我今天發這個視頻就是給大家道歉 你們怎麼罵我都行 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 最終還是有一點 我就想和您說 現在就是已經是5G時代了 就是說如果您現在還天天做金盤俠 不再給自己充充電 那您可真要被時代給淘汰了 再次給大家道歉 我們錯了 這個錯了 錯了 最後呢真心祝大家 生活美滿 今天吃好喝好玩好 然後人人住大別墅大豪宅 開寶馬開奔馳開命令 和這邊將近100多萬中國同胞 都將就在這邊生活著 我們這次過的豬狗狗真的 哈哈哈哈 全輪到無家 唉 真是幾個可悲 那也都呢 要不斷地把一些外國的 就是外國的大外宣 兩個方向 第一要說到在外國有多慘 因為如果外國全部都說好 中國人是不是走了 已經有很多都走了 中國是全世界移民最多的地方 當然是移民走 首選是美國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OK 好 今天我們回顧一下這個中國偉大的大外宣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覺得想找到一些外快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不難的 幾個大方向 第一要將中國有這麼好 你不需要在中國 你也是講中國的好故事 你可能現在在韓國 在美國 你也說 我告訴別人 看到這個當然是指封鑽 我覺得這隻很感動 就可以了 駁不了也無所謂 其中一條片 你中一兩條 有幾十萬的 那就代代平安 第二 就說人家外國有多麼差 比如說 現在我在美國 我沒有犯罪 我吃死 就差不多 可能又駁了一條 OK 所以 2022 滿希望 終於要我們 投靠大灣區 和我們 投靠祖國 我們一起 可以渣賓 渣賓 渣賓 不知道 OK 玩賓周路 下集再見 拜拜